请局长 局长好 各位员早 刚刚我们有政委员说如果塞德克巴来到大陆去放映 他希望不要修剪太多 我不知道我是刚刚有同事这样告诉我 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们会传达这个讯息告诉大陆相关的单位 那当然因为他现在到大陆去可能不是以上下级在台湾的播映的方式 那我们进一步要跟这个制片公司去这个查询 因为可能是以像是他参加威尼斯营展的一个两个半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那这样子也就是他这个版本最后他可能还没有一个确定 你会建议修剪多还是少 我建议应该不要修剪 虽然我是同党级的委员 但我真的不同的看法 要修剪 要修剪 我跟你讲 我整个两个钟头两个多钟头我是这样看的 修剪如果开始要台湾我就快这样圆起来 你还要再密一点点我真的是这样看 我露了我整个神经紧锋 我回来三天吃宅 我真的我三天吃素 我不知道 我总会觉得在整个那个速杀的过程里面要觉得人们充满了仇恨的感觉 当然那是一个历史的圆句就是代表那样的精神 我们都不能去做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艺术是一个文化 我不做他内容的批评 但是如果今天大陆的这些观众不太了解 赛德克巴莱他们最原始的这些文化的时候 你的那些打打杀杀太多会不会让他误解 所以我会认为呈现艺术的一面 呈现我们所谓国人也能够做出这么高品质 高品位的电影 可以 但是里面如果说真的有需要调整 我会认为真的该修饰一下 这是我的看法 另外就除了赛德克巴莱以外 你还看过哪些电影今年 今年看过的电影 鸡排英雄 其他其实 走出五月看了没 有一部叫走出五月 不知道 带一片风景者 带一片风景者看过了 看了 红恰恰 还有一部叫河豚是吧 是 看了没 没有 我有参加首映会但我没有看完 那些连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我没有看完 没有看 当爱来爱当爱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 好朱立业 也没有 没有 命运化妆师 命运化妆师有看过部分 刚刚你讲的爱到底 爱到底并没有看 这样达成率百分之三十而已 是 没用啦 真没用 我看电影现在都把它当成是功课 是 我当成在做功课 是 因为我认为说我们要提升电影产业到底我们这些从业人员进步了没 他们到底要想什么 为什么会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出来 我还记得当彭恰恰的那个带着一片风景走这个骗子找不到财源的时候我他四处奔波帮他在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协助 是 前天我问他总共花多少钱然后六千万卖了多少钱两千万亏多少加你四千 你想多少愿意拿自己的老本出来拍了一部电影得不到虽然有点叫好但是不叫做到最后他亏钱收工 这样会折损我们的赞奖 是 所以我认为当成所委委员在提到多拍一些励志性的我们并不是要歌功颂德也不是要八股 但是可以让全家观赏的让大家在娱乐之余也能够具有一点点说我今天欣赏这一电影对我来讲有点启发作用 我那天都在想我说当带一片风景走我都觉得家庭不幸福人要看家庭幸福人要看先生这个工作基层要看那个高尚的人要看 还有孩子不乖的要看孩子乖的要看真的是太多人要看失婚人要看单亲人要看三代同样要看什么都要看 如果今天有人在家里宣传能够像赛德克巴来这么一个宣传政府把他当成是一个国家大事在做 我相信这样的随便一个骗子都能够卖座 一个人套个两百块钱出来可以去观赏人家几年的努力 所以新闻局要多做加强 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歌功颂德或是你们都在锦上添花 其实我都觉得赛德克他们自己已经够了那么多民间协助 他们自己又那么会宣传你看上集所有素人我一直在想这些人到底藏在哪里啊 电影以前从来没看过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或是媒体上面 原来哦 当我看到第二集他们所有人都出来的时候 我说哦 牛 开始宣传的手法非常厉害 表示他们是一个真的是对电影的拿捏手法宣传非常道地 当然其他的这些后辈可以跟他们学习 但我觉得你应该更雪中送谈 贵委员报告 带一片风景走我们是用包场的方式啊 也请总统来特别跟彭佳佳佳 对 是的 就一场嘛 其他后续啊 是 我今天并不必要帮彭佳佳佳讲话是帮什么 我只要说有人是因为对电影有憧憬 他有一个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电影制片人或导演 而他这样的一个美梦让他去成真真正也付出也借贷 他还去经济部中好企业贷款 你记得海甲七号魏德胜也是去经济部中好企业处去贷款 中小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贷一千五百万 是 我就建议捧恰恰你也应该要去跟着这样贷 让他能够完成他心中的一个大梦 他最近又跟我讲 我就不怕四个再来啊 我想拍一部叫雅后 我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心理准备你到底还有多少钱钱了 但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所谓的电影博士 我们的土博士一大堆电机的画风科技的一大堆 一年有三千七百个博士毕业 但是我们的所谓电影博士在哪里 都是土博士 大家都齁 自己真的是无师自通 像魏德胜这一批人真的优秀 他们能够这样子默默辛苦经营的十几年 今天才能够惨淡经营到见到曙光 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个魏德胜 所以当这些有对电影兴趣的人 新闻局要主动去关心 是 要主动关心 好不好不是笑的 我还请教你这个苏联问题 你现在住在哪里 现在还住在信一路三段的这个新闻局的首长的宿舍 你之前没说要双早 预计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 很好笑 你如果电有问题 你去查出来 不是你的问题 是那个漏电的问题 或什么 你本来知道什么意思 你归 还是感觉不好 不是 因为是他那个整个宿舍 其实好长一段时间 那我们现在是找到两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其他的相关的因素 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整个总体检 然后来对这个就是 这个希望他这个宿舍 所有相关的设备跟管线 能真正的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所以我继续住也可能会 不确定因素 然后也担心或继续浪费公家的资源 所以我决定要搬出来 你的搬出来不是因为 人家对你讲两句 你就心情话里就要走 不是这样 OK好 来 我要现在再请教 你不觉得寒片太多了吗 电视还打开全部都是寒片 哇真的是强迫中奖 是的 要稍微调整一下 时间关系 我不想再对电视的安片跟你聊太多 但是我要再谈一个 台湾电影文化中心在做什么 为什么达成率那么低啊 执行率那么低啊 我看年续几年下来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三十几 你都没有操办 你每年编那么多钱给他干什么 委员崔宇您也了解 我们编的钱在那边就已经准备要做 但因为最主要他分北管南管嘛 北管问题已经都解决在新装复读星 然后呢是用BOT的方式 南管我们一直在跟高雄市政府在讨论 那不断的几次 他也扩大了他的面积 他也提说BOT 但是我们请厂商评估 BOT效果可能很难 后来用ROT 也就是政府兴建民间经营的方式 那现在我们已经几乎到了最后的阶段 等待高雄市政府是针对这个市工型的ROT 他是不是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马上把这个南管北管 一起就报行政院 就可以有开始推动了 好 再一个 你们罚机那么多 单子开出去 人家不缴 你也没辙 也没办法 是不是 公务人员就是不敢大动作 你就有啊 我有开单啊 罚单开出去啊 你那就是不缴啊 他就给你看出错嘛 就看出错啊 他觉得说我不缴没怎样啊 所以 那个开出去的罚单 该交追回来都要追回来 你们不能以为开出去就没事了 那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是 对不对 人民的纳税钱 为什么你今天要叫民众缴税金 不缴你就中正机场把你抠弄下 以前是五万块 几乎五万块税金以上没缴 就在中正机场马上都注点 为什么人民就必须要这样 这些 为什么民情分局都不敢去要钱 人家国税局就敢 跟他们多学学 是 还有 光华月刊 你们的赞助单位什么金融单位 中油台电 那个中华邮政 为什么97年才只有九件六十五万的收入 98年五件二十三点四万收入 99年只有四件 二十一点四万收入 你们一年花两千多万 你公共收二十一万 二十二万 这样不觉得差太多 我刚看了一下 你们广告人员只有一个 民国八十八年进来的 一个够吗 那那个人又是在做什么工作 我看你们整个下来 广告人员就只有一个人 你一年花两千多万 没有错你不是靠盈利 但是你一年花两千多万 你的广告 你必须有广告收入啊 那我要喝酒的事情 你怎么要帮国家宣传也没有 你今天中油台电 中华邮政 他们每年也很多广告预算啊 是 他们可以投入在你这边来做你的 做整个国家的宣传 因为这些都属于政府单位 要来做宣传才对嘛 是你们不尽力 还是他们不买炸 我们会来检讨 因为光华杂志 他不是以委员所说 不是以利为目的 也不以广告收入来支撑 所以呢 哎呦你们就看准政府会给你钱啦 我如果今天给你三两千万 我看你要明年怎么办 对不对 是 我们会来检讨 而且越来越少 笑死人到九十九 去年只有事件 而且当年不知道就自己来哦 好 我要谈说 那个 什么宣誉令 在大陆 他们对于台湾的 这些演艺人员到大陆去 听说现在有所谓的宣誉令 那所谓的宣誉令 一出来 有人说 只要台湾人到大陆去 有受到权益受损 必须要找海基卫好协会 你觉得行得通吗 海基卫海协会能帮他做什么 呃 这个是现在有的这个管道了 那不过我们现在 其实正在跟就是两岸谈 这个就是投资保障嘛 那当然如果他不是属于投资的这个过程 而是演出的话其实是不是在相关的解释 有涵盖在里面 我们这来询问 但是当然针对演艺人员在大陆 如果受到这个权益受到影响 其实也是我们新闻局关心的这个一个内容 关心的内容哦 不够 是 你必须要先想出个办法 万一人家真的出招的时候 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 我们的演艺人员 而不是在关心他的内容 好不好 关心内容就像写文章一样 没有意义嘛 不过我还是要肯定一下 你的文章双十节的在国外一些媒体的看出 那个风评不错 希望你继续加油努力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